这是1996年韩国釜山居民对抗拆迁队的真实影像 画面中火光冲天 房屋倒塌的到处都是宛如世界末日一般 那么当时为什么会爆发如此严重的冲突呢 想要弄清楚这件事情的真相 还要结合当时的韩国社会环境说起 韩国自从独立 国内经济就一直不温不火 由于处在朝鲜半岛上资源匮乏 并且出海口基本全都掌握在美国人手中 想要发展起来更是难上加难 进入上世纪60年代后 新上台的韩国总统开始对韩国进行彻底的改革 当时韩国政府提出了划时代的复兴运动 大力支持国民进行生产建设 既然韩国硬实力比不上其他国家 于是他们就从软文化方面入手 这段时间的韩国可谓是文体两开花 各种题材的电影和电视剧层出不穷 在当时好莱坞大片盛行的时期 韩国电影居然杀出一条血路 在世界影坛上留有一席之地 并成功地将韩国的特色传播到世界上 与此同时 体育方面也人才辈出 更是在2002年成功举办日韩世界杯 虽然到现在 韩国的体育精神仍被我们天天诟病 但不得不承认 韩国确实也是一个体育强国 这时韩国已经跻身亚洲四小龙之一 曾创造过汉江奇迹的经济高速发展 在这样的情况下 韩国的世界影响力逐年上升 越来越多的国家不能忽视韩国 但当他们准备投资韩国这个未曾涉足的领域时 却发现韩国本土跟许多落后贫穷的国家 毫无二致 满大街的垃圾 一点新时代的特点都没有 韩国政府很明显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他们终于参透了 要把房子打扫干净了 才能迎接客人的道理 于是在90年代左右 总统下令开始对韩国的几个大城市 进行彻底的改头换面 这其中就包括汉城 金首尔 釜山 仁川等 而这段视频记录的 就是当时在釜山进行城市规划过程中 拆迁队和当地民众产生的矛盾 虽然国家大力支持城市化进程的快速进行 但韩国毕竟资源有限 资金也没有那么多 并且上级客扣的问题 在每个国家都会存在 因此多方面的原因导致 拆迁队并没有给到居民 刻意让他们满意的赔偿 双方只要有一方不同意 这项工程就无法进行 其实提出拆迁计划是在1994年 而正是韩国民众们的反对 导致一直拖到了1996年才正式施行 就算拖了两年 当地民众依然表示要得到相应的赔偿 不然一步都不会离开自己的家乡 拆迁项目负责人深知 如果一直拖下去 头顶的乌纱帽指定保不住 于是他一咬牙一跺脚 狠心的不顾民众反对 强行进行拆迁 这是1996年 韩国釜山30名村民 大战1000名拆迁队员的真实影像 当地的拆迁队丝毫不顾及民众的感受 暴力对他们赖以生存的家园进行拆迁 那么这场冲突是怎么爆发的呢 这种情况势必会引起众怒 就算是为了国家发展 总不能连民生问题都抛到九霄云外 当地民众多次诉求无果 眼看着苦心经营的家园被一点点的摧毁 他们中的极少数人决定拿起武器成为自己家园的守卫 然而这些人的努力毕竟背水车薪 起初拆迁队的工作十分顺利 没日没夜地对当地民众的房屋进行摧毁 400多户农民被迫流离失所 他们有的甚至连值钱的家具都没办法拿出来 结果房子就轰然倒塌了 而拆迁队却只给了不到十分之一的补偿 这段时间的民众是极其悲伤的 他们无法接受自己为何要遭受这种无妄之灾 令人感到讽刺的是 拆迁队的负责人口袋中被塞的鼓鼓囊囊 这都是房地产公司想要谋得一个好位置给的定金 以至于在拆迁现场的最高处 总会有那么几个西装革履的男性 对着一片废墟的村子指指点点 在他们眼中 这一片已经是赚大钱的风水宝地 但基本无人在意 这些失去家园的难民该如何生存下去 巨大的贫富差距让民众难以接受资本家们丑恶的嘴脸 反抗的情绪日益高涨 越来越多的民众走上街头 拉起还我家园的横幅 甚至年轻气盛的小伙子 公然跟拆迁队的工作人员发生冲突 造成多起流血事件 就算民愤已经难以抚平 拆迁队的负责人 依旧没有停下手中的活 推土机和挖掘机 仍在日夜不息的工作 最终民众意识到 跟这些人母苟样的负责人 讲道理没有用 唯有反抗才能夺回属于自己的利益 于是他们联合起来 有将近30名韩国人民 自发组成赶死队 冲在了反抗的第一线 还好他们面对的并不是警方 拆迁队跟他们的实力 也就是五五开的水平 并且这些反抗者中 还有学识渊博的学生 学生带领着民众们自制了燃烧弹 这可是对付拆迁队的一大利器 凭借团结的配合和燃烧弹的威力 拆迁队一度被打得节节败退 但负责人并不会认输 虽然这是自己谋私的大项目 同时也是当地政府督促已久的 无论如何也得把事情摆平 因此拆迁队从别的地方 建来了各种救生衣和消防服 还用高压水枪跟民众对峙 但是民众知难而退 开始跟拆迁队打起游击战 虽然人少 但凭借对环境的熟悉 总是可以偷袭得手 这让拆迁队队员们叫苦不迭 这是1996年 韩国釜山民众 对抗邪恶拆迁队的真实影像 画面中的男子是拆迁队的负责人 却被村民们被燃烧弹砸中 全神起火 那这样的闹剧 最终又是如何收尾的呢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负责人下令在拆迁的中心地区 建起一个瞭望塔 这样不管民众藏在哪里 瞭望塔都会在第一时间发现 这确实是一个好主意 仅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一个高达六米的瞭望塔 就雄伟地矗立在中央地带 瞭望塔的出现 给民众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上面总会有人观察四面八方的情况 如同开了上帝视角一般 反抗的民众根本无所遁形 不管在哪里都会被望远镜找到 在这场拉锯战中 民众再次落下风 虽然情况对民众十分不利 但他们清楚 只要将瞭望塔掌握了 那么攻守知识将会在请客间转变 他们没有制定任何计划 就是想在拆迁队队员们疲惫的时候 四季攻上瞭望塔 当天晚上深夜 终于等来了这样的机会 此时瞭望塔上只有几名拆迁队员 并且他们的精神都极为懈怠 几名民众趁机偷偷爬上瞭望塔 并将这几位拆迁队员绑架 等其他拆迁队员早上醒来后准备工作时 却惊恐地发现 瞭望塔上出现了几个疯子 他们肆意地往地上扔火把和燃烧弹 整个现场一片狼藉 到处都是燃烧的火焰 工人们根本无法进到工地内部 瞭望塔沦陷的消息 很快就传到负责人耳中 他急忙赶到现场 开始指挥对民众的驱赶 只能使用高压水枪 尝试把民众逼下来 可赶死队根本不怕 他们依靠着铁柱死活不愿意下去 眼看效果欠佳 负责人主动向前顶着一个床垫 想要趁民众们不注意靠近瞭望塔 但他们的行为太过于明显 拥有高处视角的民众 很快就发现了他们 赶死队队员们疯狂地向下面投掷燃烧弹 而令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是 一个燃烧弹不偏不倚 刚好砸在了负责人的头上 直接给负责人来了个无常烫法 负责人当场慌得不行 自己的头发全都着了火 他张着嘴 眼神极为惊恐 想要寻找其他人的帮助 可不管派打几次 火焰依旧不灭 无奈之下 负责人只能急地在地上打滚 场面一度十分搞笑 但最终政府还是出面解决了这次事件 政府同意支付赔偿 釜山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得以继续